我小時候就在大英宗村 我的哥哥讀鄉島 協同中學我那年那段時間教我的醫療老師 國民黨的兵員 我覺得在我們八十年代 在協同中學讀的那批同學 他們是反共的 我不喜歡隱形的共產黨 隱形的民建員在這裏參選 謝謝 他都記下這個問題 那前面這位 我想說的 蛇雞泉他應該去解決自己有其他的身份 剛才他說自己是小衰人 但是我們今天之前四點多 有一個論壇在城市大學的 其實他自己都說了 他是西九新動力的成員 西九新動力是建制派 是梁美芬所屬的西九新動力的組織 會然之其實他都在那個組織裏面 第二 其實社稅圈剛才都說 他原來是清遠的全國政協 即是他是幫共產黨做事的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我覺得 即是如果你出道來 你不告訴別人自己的身份 你有多少組織的背景 你是在騙著說法 這個我想再問就是 你剛才說自己是為中小衰的震盡 但是我們現在的政制問題 就是跨著所有中小衰去做事 剛才有個朋友問 如果你去做議員 你怎樣去幫他 我想說 立法會現在任何一個議員 提出私人錯案的話 他用分組點票去通過 分組點票就是一半是保護黨決定 你應該不認 在貸款的情況 還起錢的情況相當之嚴重 那我想問你們 如果入議會之後 你們會怎樣幫回一些大招商 或者要還貸款的人爭取呢 謝謝 學生資助 即是拿關孔 以及一些其他的貸款的方面 其實現在香港的那個制度 其實香港政府的政策 就不斷將它的市場法 不斷替它商品化 其實在這個趨勢裏面 教育變成一種商品 只有有錢人才可以買得到它 所以我們看到為何近年 會有這麼多的富學士 這麼多的文憑 這些情況出現 政府就想透過這些富學士 或者其他的類似 一些難以有認受性的文憑 去造成一個教育的市場 但在這個教育的市場裏面 最受估的當然是心身學子 他們要給高額的學費 但亦都沒有一個好的質素的回報 很多的同學 就算大尊親 或者剛才說的禍士都好 他們要借很多的一些關孔 一些借貸款 而在現在的情況下 他們的利息是非常之高的 而且政府近年以來 還不斷在想著把這個借貸 把那些借貸的同學 把它打到一個信貸招呼 如果他們可能一出來的時候 還不到錢 但我們見到 香港現在這樣的 有一個ending社會 大家大專心一出來 根本就很難找到 一些好的工作 或者一些適合的工作去做 很難還到錢 但政府又不斷拷心 或者很多的利息 其實就變相在壓制中 壓榨中 剛出到的大專家 同學同學 所以我覺得 香港政府 在教育商品化的趨勢裡面 一定要先同學 還有更加特別想指出 就是這個政府 這個學資主 不應該把同學的資料 在信貸招呼裡面 因為他們這樣 是很不合理的 他們還有一些時間,網民有30秒,網民知道他還有三分幾秒 如果沒有問題,我看他們會不會用他的時間,他想發揮意見他可以用這些時間 再問有,因為沒有,有的,有位 剛才那位朋友說到針對蛇先生的說法,我們要用理性的手法來爭取 這位朋友都說是甚麼為理性 因為蛇先生沒有時間,我就想問黃先生,黃永志先生 按照他的說法,我懷疑你們現在出來參選的方向是非理性 你可否說一下在你心目中,怎樣才為理性爭取民主的手段 你怎樣看剛才蛇先生說的東西 黃永志先生 關於甚麼理性,或者我們要理性爭取 其實大家見到,在香港的環境,所謂理性 即所謂溝通一下,聊聊聊天,就可以爭取到 這個其實是完全是荒謬的 你見到這個議會,其實這個議會本身就是作為一個溝通的平台 但是你的議會已經被功能組別的議員 被一些建制派議員,被一些自由黨議員 被一些篩救新動力的背景成員混亂的時候 其實我們所有的理性和政府溝通 怎會達到一個爭取得到的目標呢 大家見到近幾年很多的社會行動 都好像原來原來變得激烈 正正就是因為我們的議會,我們的政制很封閉 我們從一些傳統的講話 根本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所以,為甚麼兩星期前 中大國文言出來了 就是原來各個階層的人 都慢慢越來越,就是傾向支持 用激烈的手法去爭取一些東西 那其實是反映得到,香港的政制是非常之封閉的 大家看到,即是雲吻的之前定型之後 才可以引起這個傳媒的回合 才可以引起社會的回合 來爭取到這個生果金 早前這個反高鐵的行動 大家見到,其實一定要有人出來吵他 這個鄭宇華才肯和大家去溝通 但當然,這個溝通也是假的 他最後都是霸和藍水風這樣通過了這個 所以見到在香港的環境裏面 即是你說理性溝通,是的,我也想的 但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理性溝通 就可以達到我們爭取一些社會的改變呢 不是的,因為現在這個政制實態是民主的 對面三十七個保皇黨 加一個行政霸道的政權 然後代表大多數民意的議案 全部都被否決 這個是絕對一種獨立 是,非理性 鼓吹五區公投 讓人民和選票去決定這個政制發展 是最理性,最文明 又不需要流血,又不需要流眼淚 走兩步半個衝,投票選票就搞定了,記者先生 這些都不理性,理性都不得了啦 三十六九來,好 足夠中 好 文下的那些儲職基本權 現在是要求市民 又要投你一票 無端端就儲職來做甚麼呢 生了政府這麼多資源 又課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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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好下一代都學真的 你為了幾十歲幹甚麼呢 死了一個人不肯,幾十歲是不是 你當然顧著下一代,好教育 無端端又要求市民投你一票 為甚麼呢,玩甚麼呀 生下政府的資源,為甚麼呀 你留下政府資源來呀 現在打狗呀那些災災的災民更好 一步端端,不玩甚麼呀 還不是貪玩 這個環節已經沒有大片鑑匙 他呢,搭你不了 還有沒有其他家庭有意義 不是阿鑑医 是阿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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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呢 我們也都問你 你有沒有下來 生了政府所提供的事 是阿鑑医 你剛才說到做議員 講得到你要做得夠才行 阿鑑医 你真是要幫我們長者 不要說一套就做一套 你在這裏講得好實在 阿鑑医 阿鑑医 想做甚麼又想做甚麼 阿鑑医 聽到你們 進到阿鑑医 阿鑑医 阿鑑医 那些老人縮委 幫他 都幫了 過外訪問 希望你們呢 就真是幫到我們這班 好,夠時間了阿鑑医 阿鑑医 阿鑑医